我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民阵和公民会的一个成员 公民会是加拿大一个主要由留学生组成的一个团体 那在我们这个团体看来 听取了之前很多人的发言 我们是深感认同 但是我们也同时认识到了 中国人的认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在中国的国家宣传机器的压迫下 中国人几乎没有政治的认知 也没有自己的认知 自我意识的认知 更不用提及他们对西藏的认识 对东突厥斯坦的认识 对香港寻求自由民主的认识 我们还看到一点 就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留学生 和我们流出来的人 其实也是受中共的影响 特别严重的一部分人群 那在我们看来 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去普及 去推广这些民主意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民会开展了一个读书会活动 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活动 其实讲究是维瑟女士在身在国内 她所写的杀截 其实也是洛桑尼玛先生刚刚提过的 文革其实从来在中国没有停止过 中国人不能认识到这些 正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没有任何的认知 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书籍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认识到 了解到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真正的认识到历史 你就会知道 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人 就会不会去赞同支持中共一系列的暴政 就会了解到中共所在做的所有的 对藏人 对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 对香港人 对甚至是对回族人的清真寺的圆顶的 摧毁的过程这一系列的活动 其实是种族灭绝的行为 是他们的文化进行灭绝的行为 所以我们是就是非常努力的 在推广尝试一系列活动 去让更多的身处海外的中国人 能够去了解这些真相 了解这些历史 那也希望就是能和之前提及的 就是网络拆墙运动 能够起到一定的合作效应 让国内的人也能够有机会 了解到这些被中共所想掩埋的历史 所想禁掉的书籍 这也是我们想到 我们能做的在纪念65周年 西藏康报纪念日的一个最好的活动方式 这就是我简单的发言 非常感谢主办方 感谢段成为 和感谢西藏的支持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